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则能帮助我们收立目标 那么这期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游戏和电影中出现了构式陷阱的种类 细节和捕捉方法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期我们主要是了解原理 以便你以后玩游戏 看电影 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并非让你尝试去做一个 因为某些陷阱较为危险 搞不好容易把自己给搭进去 因此请不要轻易模仿 在很多生存游戏中 陷阱成为一种我们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 我们可能随意在动物的栖息地 路旁 河边 简单设置 按照程序的设定 过了时间就可以收获猎物 但真实的世界中 陷阱的不少位置非常有讲究 如果按游戏中那样随意摆放 那就属于是独运气的错误行为 设置陷阱需要提前做策划和实力考察 根据你所需要捕猎的目标 先要分析它的栖息地 行动轨迹等信息来选择不少地点 这其中有几个要点 首先作为一只动物 会有自己的巢穴 水源地 和固定的密实场所 三个场出没的地方 当我们找到这三个地点后 和游戏中不同的是 忠实的世界中 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三个地点设置陷阱 因为动物通常在这三个地方 尤其是自己的巢穴附近 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我们在这里放置陷阱 这可能会使他们察觉 并迫使猎物改变既定的活动路线 那正确的不设位置该在哪里 是在这几处地点之间 动物的逼近路线上 在前往这些地点的路途中 动物的警惕性相对而言会降低不少 此刻我们就可以根据猎物的脚印 找到这些路线 等遇到某个自然收窄的地方 也有两块大石的中间的缝隙 或者倒塌的树干等 造成阻挡的地方 就可以在这些猎物 很可能经过的地方试试陷阱 就如同你玩彩虹6号也知道 像甲子 通常放在敌人多经过的门窗等 关键道路上 第二点是注意在设置时 不要破坏原用的环境 特别要注意 不要破坏猎物留下的足迹 也不要在周围留下明显的人为痕迹 尤其是自己的足迹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戴上手套来避免留下汗子和气味 陷阱的材料也不要与环境反差太大 猎物都会对这些独特的气味十分敏感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消除陷阱的味道 如果是使用了笋套 也要将其掩盖隐藏好 总之就是越贴近环境 越自然却调越好 第三点就是陷阱主要伪装 还需要吸引 陷阱不是设置好 读音机就完事了 毕竟动物的活动范围很大 但陷阱能补留的范围极小 特别对于狩猎陷阱而言 有时候需要放置一些优耳在陷阱上 能加大提升猎物被吸引而来的几率 这是陷阱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好回想一下之前玩攻击老子的游戏 经常利用一个发光的优耳 一看到就以为是把物 然后就掉入了他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 第四点 陷阱需要做得精准而富有力道 别好不容易捕捉了猎物 反而因为陷阱的力度较差 致使猎物挣扎逃脱 陷阱设置的越得当 数量越多 成功的概率也越高 当然陷阱的捕获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 很可能好几次空军 才可能换来一次成功的狩猎 第五点 在设置后需要明确地记录下来 自己陷阱的不是位置 或者在周围的环境 做着只有人类才能察觉的记号 别搞不好一转头 自己都忘了设置在那 最后猎人变成猎物就傻了 不知陷阱真是无比寻常的行当 只可惜的设计者 不能亲眼见证此景 在设置完成后 我们并不需要一直守着 因为动物的嗅觉 比人类灵敏不少 想躲在附近偷看 反而会被他们发现 正确的做法是 根据记录下陷阱的位置清晰后 每隔定时间来检查不定情况 如果隔了太久 搞不好陷阱抓到的猎物都已经臭了 或者被其他动物当供品给吃了 如果检查时 又在陷阱完好无损 但幼儿已经不翼而飞 那就说明幼儿没有放好位置 或触发的机关不够灵敏 需要进行修改 改变陷阱位置等 除此之外 还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 某些不幸进入陷阱的动物们 可能会做出自残 断置等行为 以此来获得逃生的希望 总的来讲 要根据后续的情况进行调整 来增大成功的几率 基本上到这里 你就能简单的了解陷阱的布置技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了解陷阱的种类和细节 首先最原始 也是最简单的陷阱就是坑洞 或者叫困售坑 这种古代的陷阱几乎不需要技巧 仅需要在地面上挖个深坑 让将洞口掩盖伪装后就算完成 等地又踩上去 跌入洞口即可 至于洞下面 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补充 想要活着就单纯把洞挖深 想要造成伤害 只要下方设置尖刺 将其转变为坚持陷阱 约战时期约共游击队 就设置了大量称其为坚竹钉的口发陷阱 整得美军苦不堪言 小一点的坚竹钉会扎上脚心 规模大一点的坚竹钉 能直接把掉进去的美军扎个透心凉 最过分的是 还可以在坚持上堵上粪便 毒液等 或者用修集斑斑的铁钉 又不耀心踩到的人 上一层破伤风的debuff 第二个 说不定有些观众自己都玩过 小时候用箩筐来补鸟的陷阱 这种陷阱就是使用一个箩筐 反扣在地上 然而用锡上细线的树枝 去支撑住箩筐的一边 最后在里面 撒上一点玉米小麦等幼儿 等你儿子过来吃的时候 用力扯连接木棒的细线 就可以让箩筐失去支撑倒下 从而不获猎物 正如伟大的武器 无需人力操控 要是人还守着旁边拉线 那就纯属到这玩意 这种笼子陷阱的正规做法是 能自动触发 在游戏中我们经常见到的 箩筐陷阱 由三根木棍组成 木棍之间做出凹槽来拼合 中间的木棍前端持入诱饵 最后顶端的木棍 制造一个箩筐极口 整体触发结构 如阿拉伯数字4的形状一样 也被称为四字形陷阱 四字的触发结构 在陷阱学上是非常经典的设计 被广泛用于各种陷阱中 由于这些木棍 只是单纯用凹槽来拼合 并不稳固 如果猎物被吸引而来 触碰前端的诱饵 就会导致整个结构的平衡被打破 接着让箩筐坠落 回复猎物 唯独需要注意的是 笼子的质量不能太轻 不然遇到稍大的猎物被困住以后 就会发生猎物 带着笼子到处跑的搞笑场面 当然 如果你不想活作猎物 可以将四字形陷阱的箩筐 换成石头的中午 转变为四字形落石井 靠下落的石块去基因或砸死猎物 石头陷阱需要注意的是 石块的选用 当然也不能太重 一般选择为目标猎物体重的两倍多一些 这样技能有效的砸死猎物 也不至于太重 直接将猎物砸扁 毕竟谁也不想 好不容易成功触发的陷阱 最后换了一块肉饼吧 像绿色地狱中 可以用来砸掉蜥蜴之类的小动物 容易的重物越大 那么可以干掉熊等 提醒更大的动物 第二次行还想做得更狠一些 可以像游戏森林一样 换成原木并装上尖刺 或者在原木中装上横杆 能增加工地面积 保证将一群野人拍翻在地 但无论怎么换 本质上依然采用 狮子的触发结构 这种级别的陷阱 也不是单人可以设置的 同时大型陷阱 对狮子的结构支撑更为依赖 搞不好放置失误 最后自己一并被安排了 接着是利用绳锁构建的陷阱 有一种最简单的陷阱 叫绳套阱 在漫漫长野中我们能见到 本质上就是利用绳锁的一端 系在周遭的木棍上 另一端做成一个活节 容易捕捉像兔子这种风跑的利物 一旦跑过圈套中 就会比活节越拽越紧 当然要是你设置得当 绳套井改改 还能追悉眼神不好的恶语 如果想更高的捕获几率 那么可以将绳套陷阱 升级为释放井 它的结构比较有意思 首先用木桩将陷阱的主体固定好 然后选用较有弹线的树枝 系上笋子进行弯曲续扔 把笋套与幼儿 放在底部的幼儿臂上 再用幼儿笔去压住锁定笋套的木棍 这样就完成了陷阱的布置 当猎物进入陷阱的触发装置后 会释放被固定的笋套 弯曲的树干会瞬间弹起 将猎物掉在空中 这种陷阱的好处是能将猎物脱离地面 使其很难挣脱 另外减少了捕获猎物后 被其他动物偷吃的可能性 但坏主马是如果猎物过重 仅靠树枝的弹性可能将其吊起 为此像森林中的释放锦 就做得更加离谱 设计原理也从材料的弹性释放 变成了中物的下落释放 这样能抓获更大的猎物 比如不怎么聪明的野人 释放锦只需要换下材料 还能拥有对付鱼 也是用费有弹性的树枝 或者鱼干来蓄冷 然而鱼线前端的幼耳 和事先埋入河里的木棍 互相勾住 等鱼上钩去吃幼耳时 就会让挂钩释放 从水中被直接吊起 相当于半只龙的钓鱼机 若你觉得这个还不靠谱 那有一种更高级的 就是大家在游戏和电影中 最常见的网袋陷阱 设置方式根据情况各有不同 基本都是将网袋平布在地上 然而将网的视角 用锁锁系在同一根弹性树木的顶部 或者另一段吸动物 在连接触发装置后 最后使用树叶 草皮等伪装物 掩盖住网袋 就完成了布置 当猎物侵入网袋覆盖的区域时 触发半线或者扳机棒 使弹性树干快速释放 从而收起网袋 网袋陷阱对猎物的伤害是最低的 非常适合用来捕捉活体猎物 如果布置得当 甚至可以抓铁血战士 这里陷阱缺点 便是如果捕捉的是人类 它还是有刀等工具 则可能会逃脱 刚才我们讲的陷阱 除外对中卧的狮子陷阱 基本都属于相对问号的捕捉式陷阱 这里陷阱的目的 更多是活捉 或者尽可能把这留的完整性 接下来还有一些陷阱 属于是致命性陷阱 通常采用尖刀或者尖刺 最主要杀杖结构 合影思路基本都是利用弹性虚人 结合半线的方式触发 这里型陷阱 在绿水地域中非常多 利用幽耳将猎物诱偏过来 一旦触发 带有坚持的棍子被释放 就能直接刺杀猎物 并且这里陷阱 不光可以向下攻击 将半线吊起来刮上一块肉 还可以翻转角度向上攻击 用来对付这些树上 翻转领长的动物 这里陷阱的高级版 就更加离谱了 在森林中出现过一个角 生日快乐陷阱 我当时还在想 为啥叫这个名字 结果一看出发方式 就用那些过生日 一个蛋糕 糊液点上那种快乐 只不过这种快乐的方式 更为高级 直接一整面监制 呼你一声 像生人必于使 整面的钉板扑面而来 别看很夸张 在越南战场上 还真有这种类似的设计 在我的世界的丛林神庙中 我们还遇到过一些 显然的远程陷阱 杀不足以出发半线 镜头会射出一只箭矢 远程陷阱 在陷阱学上也非常的典型 核心是借助公路等远程武器 利用线索半线来进行触发设计 绿色队中用几根M装 去改变了半损的受力方向 从而使猎物触发的半损位置 刚好是弓箭的设计位置 让它射去猎杀 迎面爬的猎物或者猛兽 甚至还可以串联多个弓箭陷阱 组成一个机关阵帘 在其影视作品里 远程陷阱还出现过 更为致命的变种 马克思片中就出现过这类型设计 将弓弩换成枪械 来作为核心的激发装置 离开门带着损线的触发扳机 直接对着门就是一发现的 随着陷阱往后发展 除开取材与自然环境 直接出现了成品道具 那便是个大游戏中最常见的捕兽夹 捕兽夹是一种金属制成的浅口 并带有弹簧的陷阱 力道加小的捕兽夹 可以用手搬开浅口 如果捕捉大型猎物 则需要开夹器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扳开浅口 让能量被积蓄在弹簧中 然后利用结构上的机关卡住 当中间的垫片 被轻轻地触碰 自机关开启 就会导致弹簧被释放 前后将会以 极其母猎的力道 合同来夹住猎物 本质上和捕兽夹的原理一样 最早的捕兽夹 其实并不是为了捕猎动物 而是作为一种防御手势 在17世纪的欧洲 这种陷阱 首先被用于防止盗贼 或者住青者进入庄园 而现阶的名字也十分直白 叫Matt Trump 就是名字说 加人的 直到18世纪初期 才有铁匠威猎人制作 用于捕捉动物的捕兽夹 现在的捕兽夹 具有各式尺寸 用来对付不同的猎物 很有钱口还带巨子 大号金属的捕兽夹 摇耗能力十分惊人 工鞋专门用于捕熊的捕兽夹 摇耗力能达到上百公斤 如果人一旦踩上去 轻则劈开肉绽 重则伤筋断骨 当然 破解这玩意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如同小小模演2的表现一样 只要利用石块 或者长木棍 去触碰中间的垫片 就能将其破解 有些捕兽夹还带锁链 用于和周围的环境固定 没来到时候 捕兽夹虽然捕捉到了猎物 但猎物一慌张 带着捕兽夹一同消失 最后只留下事故茫然的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狮子防止捕兽夹是违法行为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图个稀奇 买一个回来到处乱放 陷阱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 结构原理并不离其中 哪怕对于现代的野人 或者求生者而言 虽然有了枪械等武器 但此次陷阱拨离的效率并不低 因为面对体型较小的猎物 枪械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瞄准和命中 就算击中了 也可能将猎物打烂 以至于如果想获得毛皮等资源 反而得到尝试 这期给大家简单讲了 以外陷阱相关的内容 至于之后我们将结合生存类的游戏 给大家带来导航使徒 以外生存等装备的节目 还有无线电 大伙的警钟都把头给用敲晕了 之后等我把针烤下来 也会逐渐安排上 感谢收看本期的不值游戏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赞 关注 点一小铃铛 我是小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